嗨 大家又到了一小们说说时间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太多胡萝卜了 作者 惠图 凯蒂 哈德森 翻译 吴雨寒 东语文化出版 兔子实在太爱红萝卜了 他的窝里堆满胡萝卜 连睡觉的地方也没有 就连好朋友乌龟 小鸟和松鼠家 也最给他放胡萝卜 没多久 一场倾盆大雨 把无处可住的大家都淋湿了 乌龟冷到发抖 小鸟抽声哭泣 松鼠吱吱叫个不停 这时候兔子做了一件事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兔子实在太爱红萝卜了 它走到哪儿就搜集到哪儿 兔子以搜集胡萝卜为荣 它把胡萝卜贴进自己舒适无比的小窝里 但兔子有一个问题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它根本没办法睡觉 小窝太久了 根本无法住 兔子跟乌龟诉苦 我需要一个地方睡觉 乌龟建议的说 你可以跟我一起睡呀 兔子说 你的家看起来好舒服 好暖和哦 乌龟稍微暗示兔子 呃 你进来之后 好像有点太暖和了耶 兔子完全不介意 不会啦 啊啊啊啊 好痛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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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 兔子说 亲爱的 我想我们可以待在鸟窝里 小鸟说 但是我的窝很小也 兔子 兔子说 可以啦 我们住得进去 于是兔子抱住所有的胡萝卜 费劲地往上爬 哇哦 小鸟与乌龟尖叫出声 因为树枝又摇又晃 接着 咔嚓一声 咔嚓断了 咔嚓 兔子说 真的很对不起 小鸟 现在我们三个都没地方可以睡觉了 松鼠建议 你们可以睡我家呀 哦 真感谢你 松鼠 你真善良 兔子说 松鼠说 兔子摔不下胡萝卜了啦 兔子回应道 再塞一点就好嘛 哦 乌龟 小鸟和松鼠 同时倒抽一口气 咔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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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鼠抱怨道 现在我们四个都没有地方可以睡觉了 海里喊道 你们可以睡我家呀 空间很大呢 兔子边说边微笑 太好了 我可以带更多红萝卜了 海里有些困惑 你塞那么多胡萝卜进去 我们要睡哪儿啊 就在这时 天空下起轻盆带 乌龟冷到发抖 小鸟抽身哭泣 松鼠吱吱叫个不停 接着海里听到一阵可怕的轰隆隆声 它的房子塌了 哦 不 我的小屋 海里就叫 哦 不 我的红萝卜 兔子哭喊 啊 啊 大家都被河流的水冲走了 砰 大家被湍急的河流冲上岸 痛苦的身影 兔子感到非常惭愧 朋友们又冷又累 甚至无家可归 这都是她的错 更残忍的是 兔子自己的胡萝卜和小鸟 仍然玩好无缺 就在这时 她意识到自己 只剩一件事可以做 和朋友分享一切 毕竟胡萝卜不是拿来收藏的 而是拿来分享的 分享让一切变得更美好 谢谢大家 我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订阅 按赞和分享哦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